今天,露霧研究所的嘉賓唱公仔 無庸置疑了 不知道他努力是否這麼好 歡迎超風 大家好 可能跟超風有打過招呼 但跟他並不是很熟悉 但因為他跟我室友姐Yoshi 有拍過《晚吹》的節目 經常聽我室友提起超風這個人 說他很喜歡玩玩樂器 因為我也很喜歡玩樂器 所以一直都很想跟他較量一下 我的記憶力則重在記聲音 其實文字是很刺激的 有甚麼實例嗎 實例是精神會忘記歌詞 還有很緊張,要記東西的時候 老霧研究所 其實我就是你們的研究隊長 對 俗語有魂,知古鑑金 以過去的歷史作為今天的借鑑 說出了歷史的重要性 有見及此 今集的決戰場地 就來到歷史猴狗的大館 一起來挑戰成為稱職的導賞員 節目組說在玩任務前 要先下一個旅程 我們要麻煩Gary和Julia 你好… 我是大館藝術部的Gary 負責教育及公共項目的活動 我是文物事務部的行政工作 大館本身有公眾的導賞團 其實內容都是我們部門撿出來的 始終大館有超過180年歷史 所以如何把重點說出來 其實也有難度 其實大館是由三組法定建築群組成的 現在身處的位置 是檢閱廣場屬於中區警署的建築群 向上走,就會看到中間裁判司署 就是以前的法院 後面就是域多利監獄的部分 我們現在開放有16座歷史建築 有兩座新的大樓 用來做展覽和表演的用途 所以我們現在處於的地方是… 檢閱廣場 用來做典禮 典禮 儀式的場地 前面的這座叫應房大樓 它就是我們最早成立的建築 建於1864年 是一個居住的場所 警司、警長會住在那裡 這裡就是中區警署的大樓 建於1919年、2004年結役 它的外廠開始是藍色的 我們修復的時候刮刀 11次發現原來它原本是米色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挺有趣 我覺得它的歷史固跡 通常都是去旅行的時候會做的事 香港的話,真的可能會有一種心態 就是它一直都會在這裡 乘車經常經過 但你也不知道它有段歷史 我真的不太好 因為可能以前是 就這樣看著本書的死咪 今天有點互動式 可以到處走來走去 可能這裡是哪裡,那裡是哪裡 我覺得有這些方法 令我去寄,會比較容易 我們現在面向這座紅磚的建築 就是中央裁判師柱 在1924年,九龍裁判法院建好前 是香港唯一的裁判法院 主要處理刑事案件 以及少數的民事案件 因為當時香港人口急增 罪案亦上升了 處理的案件有很多 它是甚麼時候結役的 1979年 短短三分鐘有這麼多資訊? 還有… D倉是維多利監獄 其中一座歷史最悠久的建築 好,其實維多利監獄原名是中央監獄 是2006年才結役 是最遲才結役的 而D倉是用米字形的建築去建 它的放射型監獄 可以說是亞洲第一個典範 二戰後,西翼和南翼都炸爛了 D倉是唯一保存得最完整 米字形建築只剩下這個位置 這麼多名字、這麼多年份 不知道三位又吸收了多少 所以要嘗試一下他們吧 三位挑戰者需要向節目組安排的 遊客說出大館的歷史 資料當中有九個隱藏的得分位 答中最多的就勝出 你好… 其實這個地方 180年已經有山大建築群在這裡 包括中區警署的建築群 中區警署,我們為了 還有… 中央裁判司署… 還有維多利監獄 對,其實它有16個建築 加上2個新建築的儀式 這裡就叫檢閱廣場 然後這裡呢 檢閱廣場是平時做甚麼 檢閱廣場是做些… 我們檢閱吧… 如果警察升遷就會進行儀式 我們身後就是警察總部大臺 先拍照吧 其實這裡是2004年血液 對 來吧,跳舞 來到這裡就是中央裁判司署的區域 它之前是一個唯一的裁判署 這個1924年前 這裡是甚麼時候的 甚麼時候結役的呢 2…5… 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來說 應該是1979年結役的 對,是1979年結役的 中央裁判司署 各位團友,我們加發腳步 我們來到下一個景點 看看這裡在哪裡 D倉是回家裡監獄的其中一個部分 本身應該是中央監獄的 本身是中央監獄的 名字是中央監獄的 對 它是偽然的建築方蛇式 對…在中間射出去 但其實因為他們二戰時受傷了 肌肉和藍蜜就炸爛了 D倉比較完整 很困難 對 對,房間裡面還有一些刑具 我們試一下刑具 試一下吧,這邊 這邊 等等,這麼快趕完走嗎 你們還欠這個 培多利監獄的結役年份 好,先看今次的成績 昭豐和Shirley 各答中三題並列冠軍 Kenji差一題,下一局再努力 來到第二個遊戲 Reason Break 2鎖匙配對 挑戰者需要在限時之內 記住18條鎖匙的形狀 以及監倉號碼 再為對方出題 適合最多的就可以勝出 18個監倉的鎖匙就在這裡 這次難是難在 鎖匙和泡馬之間沒甚麼關聯 他們下面有左右字 上面的圖案又不同 是 2和12其實只是顏色上不同 7和9也是很像 18有點像開啤酒的東西 現在有想到一個方法嗎 我想是意志 很難 他完全沒有記憶 你們怎樣玩?怎樣度過這麼多集 只有你一腳,意志 這個節目的拍攝都是靠意志力的 你看到我爆了一粒瘡 這裡… 有白旗嗎 超風,可以進監倉座坐一會 好 如果你說要送分析 我絕對覺得是這個 去…這裡? 我去這裡 我也覺得 我覺得還可以 顏色是這幾個 剪刀在這裡 我現在做過甚麼 如果比較難 這幾個也挺沒有記憶的 由這個調到這個 但如果它有記顏色 其實挺容易發現有調到 我要屠肉,快點 最後Shirley和Kenji 調了2、11、13、16、17、5條時 來吧…他跑… 來…三分鐘時間 他好像很有信心 不是… 先看看 這裡把剪刀剪 很厲害,真棒 然後呢?很厲害 這條… 這條不是這樣,好嗎 1、2、3 完全正確 你是一分鐘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態度 是嗎?剛才是全對的 你質疑了自己… 真的嗎 其實呢 13、0、17 是調到絕招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用甚麼方法去記 首先我記了一隻銀色的位置 這個最特別的剪刀 就是夾在這個中間 6、12、18是因為中空 圓、靈形和長科型 但我動過 看你說得頭頭是到 五條錯了兩題,真是很不值 他經歷了很多集的訓練 你也不需要對他手下留情 是嗎 出來拍了這麼多集 他完全不知道他會寄甚麼 他一定會用力記住好似的東西 但可能這些魔法棒類的 他也會比較穩 不如就… 這兩個數吧 好 超豐厲害 14、15 互調也挺難發現的 這個他有機會記住 我們為何要這樣對他 為何要釣過 要在這裡 釣過後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果然沒有手下留情 1、3、11、14、15 真的動了也不多覺 Kenji 今天吃過甚麼早餐 火取三文 不是…你吃了… 是五顏目的 你真的不要中超風計 快點認一下吧 他在動甚麼 一來就中了 Kenji受了這麼多集的訓練 果然升了 通常1號位是要記住的 一定有這個 對… 因為我記得11號不是圓形 想不理交局 KK,哪個位置是錯的 我也很想告訴你哪個位置是錯的 但你是沒有錯的 厲害… 問問全眾的Kenji 究竟是否可以贏到Shirley 我們嘗試不釣 真的嗎 我想嘗試有否有機會 令他質疑自己 這個釣到10號那裡 好… 他出口術嗎 他太厲害了 我們要用顏色不像那些 好吧… 你這傢伙自己說完也忍不住笑 先放兩下… 好… 是否一定要動五個 對 好… 只動兩條,這招真的絕對 連工作人員也忍不住 幫我陪你們一起瘋 Shirley,可以塗浴了 你好… 出口術 我覺得很佩服 因為他一走出來 他有一種… 來吧,遊戲在等著我玩 為甚麼… 那個遊戲在等著我玩 先看看 你覺得我們動過甚麼 時間已經開始了 真的秒速足得重要 我沒想到有歌詞用得上 他完全不怕,迅速解決了 令我和超風有點… 口無言 其他都沒有動過 Shirley真是大魔王 剛才她那句要多有自信 才能說出口 她答得實在太快、太完美 再給大家一次機會欣賞吧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考觀察力 和聯想力 十一我寄,這裡是一 十三,這裡是三 你越能夠觀察到節目組 給你的詳細,越容易寄 好,這個結果是由Cadgy和Shirley勝出的 先問問兩位 你們對於圖像或方向、路線 平時駕駛時都會看甚麼圖案 你又駛駛駛 甚麼圖案 那個圖案準確的話,我就會準確 對,至於圖像方面比文字好 對,好一點而已 第三個遊戲就是人肉GoGoMan 挑戰者需要記住 五張在大館不同區域拍的照片 然後十分鐘之內 夠快找出相片的所在地 並且拍下它 最快最多的就為之勝出 是 這五個位置 不知道有去過大館的朋友 有否印象在哪裡 應該不用 我們說一下你大概知道位置嗎 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 我剛才玩了兩個項目 我都沒見過 別裝了,之後又是7G 剛好走不到位置 對 也是撞彩的,腳頭髮… 撞吧,撞彩 等等,我已經找到一個 在我們集合的地點 有一個飛躍的標誌 待會回到這裡,可以嗎 我們的優勢是穿裙 我們優勢是穿裙,我也想說 但其餘也沒甚麼優勢 她太聰明了 10分鐘,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天生的女生就是有這種慌容 先拍一張 很漂亮 有個風扇,誰知風扇在哪裡 還有一個藍色的 像是教堂的窗一樣 我知道了 我想問一下 是否有一個壁畫 有一個藍色的窗 到上完幫了我很多 教堂的窗 因為我完全省不起 是教堂有一個壁畫 Shirley的優勢失了太多了 好,然後我找到另一個 好 練中兩圓 我還有三個位置 就是風扇 有個七字的,建築 我真的沒有投訴 我絕不記得其中一個是甚麼 還有一個是甚麼 燈… 燈… 我覺得你會問我是哪兩張椅子 記得是兩張椅子 然後扔三張椅子 這是這個吧 Shirley失手了 前章不同比五張 提提你的時間花了五分鐘 我找到了 好的 但很快Shirley又追回分 風扇,害怕 我記得是怎樣的 一邊有白色的窗 另一邊有個… 這麼像的樣子 這個,這裡… 好的 完成了 是時候跑回起點 拍攝最後一張 我要想一下是怎樣 加入操場 開始吧 輕鬆 本身是輕鬆的 但一起陪伴,大家看看哪裡出錯 因為我社交平台上去 Shirley明明胸有成竹地指著左邊的指示 但下一刻就充滿自信 為何衝到右邊 你跑去哪裡 我不知道,有甚麼分別 其實看台上邊就是監獄操場 現在無緣無故繞了三分之一的大館 即是我選了一條很遠的路嗎 幸好地球是圓的 你先玩還是我先玩 你先玩… 不如你先玩吧 我們兩個人一起遞手 誰先打氣 誰先打氣 對,先打氣 可以了 就決定 可以了… 好嗎… 我的肺炎也爆了 來… 走過大運的Shirley 終於回來起點,完成賽事 最後Shirley用了10分鐘 找到六個地標 接下來就交給有著負優勢的超風 上場了 甚麼 好,時間到了 你要出發了,超風 你以為很簡單 這題其實我們節目組送給你 他跟我的想法相反 我剛才所有圖像都有自拍 唯獨這個我這樣拍 因為我怕他們會知道在哪裡 機心很重 誰知道超風就這樣走過去 我已經找到阿將了 Kenji,你這一分就賣 毫無機心的超風所賜 兩張 超風這麼快就跑到你看台這邊 不過這五張椅子,你以為這麼容易被你拍中嗎 超風好像很容易就搞定了兩個 我也看到不禁懷疑人生 怎麼會發生?這麼輕鬆 又的確很容易 第三張,Get 還有甚麼呢 這裡?難道… 不是…是嗎 我想問剛才我還有多少分鐘回來了 真的剛好10分鐘 我又走了這麼久嗎 這裡… 好了,又取得一張 暫時形勢大好,看好你 風扇… 是這個嗎 不是,哪裡 平時附近有風扇嗎 不是,EHOR EHOR… 我覺得超風在三分鐘慢慢走 別跟我說時間 哪裡 EHOR吧 我… EHOR 這裡是椅子的 這裡… 好的 最難找的風扇都被他找到了 五、六 差一個 我想心水清的觀眾都知道 差的那個就在超風的頭頂 這個嗎?是這個嗎 就是這個,快點跑回去吧 好,回去吧… 他在後面回來的 超風容有7分20秒,踏中六題 我們最後一位選手,Kandri 這是甚麼 好了,看完你就很上路了 再見 讓我們走這邊 看來人類總是要犯同樣的錯誤 沒有Excelium是哪一張 拍攝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要拍中的五張 這個關閉事嗎 不好意思… 只看花紋也知道 不是太關閉事了 小蟹柳 小蟹柳是甚麼東西 先看看我們的原本 雖然兩張照片有點像 但要留意牆和細節 其實是很不同的 這個好像… 開玩笑… 跟大家介紹一下小教堂吧 對了,就是小教堂 就是你剛剛認錯那個 藍色 是這樣的 好,成功得到一個 前方高能注意 中了,果然一不離二 現在還有一件事,就是它的風扇 小風扇可以從哪裡出現 其實一定是室內 但這裡又沒有 我覺得這裡不多次有 我想問有沒有一個在室內的風扇 可以去洗手間看看 對 弄那麼久 雖然不解決風扇 為何一定要在室內 但六分鐘完成度也算是快和狠 只差一點點 這局由快狠進的超風承出 來到終極大考驗了 挑戰者要在限時之內 認住三位逃犯的樣貌特徵 然後合力用膠片 正確地重組他們的樣子 之後才可以下去捉回他們 捉完三個就可以勝出了 好,三位準備好了嗎 立即看看我們逃犯在哪裡 那裡… 哪裡 這麼輕鬆的 大眼睛、小眼睛 這個大家認識了嗎 這個…鼻子高的 這是這個… 這個挺英俊的 我待會負責捉他 可以… 戀摸那個 他的嘴巴是嘴巴的嗎 他的眼睛是胖仔眼 大鼻子 這個是… 雜鼻子… 這是豬膽鼻… 其實英俊的跟戀摸那個 嘴巴有點像 不,那個是重情嘴 這是重性的 他相信是… 他相信會比較厚 出來就是觀人魚味 要我七八八八 歸歸 肉掌一聲令下,開始組織吧 來吧… 先看看 韓仔眼是否這個 這個像嗎 這麼漂亮的眼睛 對,不是 扔皮眼睛,扔皮眼睛像嗎 不會,是這個 這個比較像 有一點像 這個比我想像中龍很多 怎麼辦 原來打散一個人的眼耳口鼻 再貼上是一件這麼難的事 你腦裡有他的樣子 但當很多隻眼睛放在一起 你會覺得他們全都很像 坦白說,他們自己玩 也未必可以 對,眼耳口鼻是怎樣 這樣像嗎 這個… 這個比較像 對眼睛好像不太像 試試… 眼睛是錯的 鼻子是錯的 嘴巴是錯的 好,謝謝 謝謝 我們不要分比齒吧 你不要經常要… 拘分人和人之間的互相 其實地球村也是這樣 對 嘴巴不合 怎麼辦 不,這個嘴巴太厚 有像嗎?像嗎 像伊鑑證一樣 鼻子 不對… 你讓我下去捉人吧 豬膽鼻 是這個嘴巴嗎 經歷所一輪混沌 終於組成了凡人衣服 Kengie,你可以下去捉人 兩人齊… 快點… 是你了 我們捉了一個… 尚餘三分鐘 還有兩位犯人逍遙法外 弄這麼久,犯人2都搞定了 超風哥 Shirley憑著對英俊的執著 終於組成犯人一個樣子 來… 我去放棄 只剩一分鐘了 我希望我趕得及 走吧,我們走了 我們剛才很韓劇 你捉住她的手,跑走那一刻 主題曲也拒絕了 究竟Shirley這個韓式奔跑 可否在限時之內完成任務 答案是成功的 還剩下17秒 謝謝大家… 最後是成功的 你們究竟坐牢時經濟了甚麼 同樣的樣子 別再說 我未不是這樣的 對… 甚麼事 我幫你停跑 你也是英俊 好,你們呢 快加油 好,總結今集的成績 三位表現得很好 Shirley和超風贏了三局 而Kenji姐贏了兩局 所以今集的老霸王就是… 真的嗎 這個真的很驚訝 其實他們倆很厲害 是處變不驚人,是很好的學習對象 我希望我約會他們玩某個遊戲 玩了這麼多集 超風是記憶力最好的一種 他是一個很認真系 以及很精神的玩家 玩鎖匙,他錯了的時候 他不停看著一塊板檢討 他會再去計算 其實他18個鎖匙 他人生不會再遇見 所以他獲得雙冠軍 我覺得是實至名貴的 他雖然口吹說要靠姨姨… 但他完全沒有害怕 最害怕的就是我 原本我打算戴上頭盔 今天的老霸王是Kenji 你很可愛 馬上很可愛 大家又可以截圖了 對,是你的筍 我關上了,我檢查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太看好你們 我要這樣看,你知道嗎 我要這樣看 今天感謝超風上來 謝謝… 很好玩… 謝謝…